麻煩你今天我們叫你交的資料 不只是我那些,麻煩你交來 不要當我們玩 否則下次我一定會提出收援文件那些東西 你真是好自為之 第二就是 港鐵呢 如果遲了交貨 他需要付錢承判商 那他是多少厘的? 有沒有息差交易? 我們簽了約是跟誰簽的? 六厘是給哪個? 是給港鐵呢 是給那個承券商 主席 我們這個利息是因為 不用說那麼多了 是我們是給港鐵的 港鐵是私人借貸 三厘就搞定 六減三就是三 這些是八十年代的伎倆 色差交易、利差交易 我當小小的時候已經認識了 就是看 怎麼搞啊? 阿哥 港鐵有錢 他有很多 cash flow 那你給他六厘 他就拿錢馬上給了別人